三角比 三角比是三角學基本概念之一 三角比是指在直角三角形中任意兩條邊長度的比直 分別有對邊和斜邊的比直即正弦 輪邊和斜邊的比直即如弦 還有對邊和輪邊的比直即正切等等 如果知道某個圖形是一個直角三角形 利用其中一隻銳角的度數和一條邊的長度 就可以計算到其他邊的長度 而在特殊角的直角三角形度 三角比會是一個整數或者一些特別的分數 如果在直角三角形度 其中一隻角是30度 sin30度是二分之一 cos30度是二分之開方三 tangent30度就是開方三分之一 當其中一隻角是45度 sin45度是開方二分之一 cos45度是開方二分之一 tangent45度就是一 當其中一隻角是60度 sin60度是二分之開方三 cos60度是二分之一 tangent60度就是開方三 這個特殊三角比是很好用的 很多時我們不用利用計算機 就可以很快得出這些三角比的結果 看看這個直角三角形 角C是直角 角A和角B互為余角 利用三角比的定義 我們有這些基本的三角行等式 我們可以利用三角行等式 來計算或者解決問題 看看這個例子 有一條三角算式 tangentθ乘以tangent90度減θ 然後減cos平方θ 利用三角行等式 由於tangent90度 減θ等於tangentθ分之一 sin平方θ加cos平方θ等於一 調色化檢之後 結果就是sin平方θ 給大家多一條題目 大家思考一下 在45度和90度之間 tangentθ是否大於sinθ 還是tangentθ是大於cosθ 或者cosθ是大於sinθ呢 tangent45度是1 sin45度和cos45度是開方二分之一 tangent45度一定大於sin45度和cos45度 還有sin45度到sin90度的值是增加 相反cos45度到cos90度的值是減少 如果大家深水清 而三個比的概念也正確的話 答案一定是tangentθ大於sinθ 和tangentθ是大於cosθ這兩個 這裡有條線段OA OA環繞O點旋轉到OB 這樣就形成一隻旋轉角 θ OA就是這隻旋轉角的尺邊 OB是中邊 而O點就是角θ的頂點 如果將角θ放在直角座標平面上 角的頂點剛剛在直角座標平面的圓點上面 此邊OA又與X軸的正直方向重合 我們就說角θ在標準位置上 這兩個情況都是角θ在標準位置上 不過大家要注意 如果此邊逆時針旋轉 形成的旋轉角是正角 相反 如果此邊順時針旋轉 形成的旋轉角是負角 當角θ大過0 小過90度 角θ所屬的象限是象限1 或者叫第一象限 角θ大過90度 小過180度 角θ所屬的象限是象限2 或者是第二象限 角θ大過180度 小過270度 角θ所屬的象限是象限3 或者是第三象限 角θ大過270度 小過360度 角θ所屬的象限就是象限4 或者是第四象限 有時有些角大過360度 又或者是負角 這些角屬於哪個象限呢? 我們會看看這些角的中邊在哪個象限 又如果兩隻角都是在標準位置上 而且中邊重疊 我們就會叫這些角做同界角 例如角AOB是30度 而角COD是390度 它們的中邊都是在第一個象限 而且大家都重疊 這兩隻角就會叫做同界角 不過大家要注意 同界角並不是相等的角 之前我們討論三角比 都是懷疑一些銳角的三角比 因為我們不能夠匯獲到一個大過90度角的直角三角形 或者負角的直角三角形 但其實我們可以利用旋轉角 將三角比的定義範圍 伸延到任意大小的角 要定義任意角的三角比 我們可以利用一個在直角座標平面上的直角三角形來討論 角θ是在第一象限 三角形OPQ都是在第一象限 P點的座標是XY OP的長度是R 即是開方X的平方加Y的平方 那sinθ等於R分之Y cosθ等於R分之X pngθ等於X分之Y 各θ是在第二象限 三角形OPQ在第二象限 那在第二象限 Y和R的直都是正數 所以正延直在第二象限都是正值 而X的直是負數 R的直是正數 所以如然直在第二象限是負值 由於Y的直是正數 而X的直是負數 所以正切直在第二象限是負值 而X的直是負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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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如然直在第三象限是負值 由于Y的值是负数 而X的值又是负数 所以正切值在第三障限是正值 各θ都是在第四障限 三角形OPQ在第四障限 在第四障限上 由于Y的值是负数 R的值是正数 所以正延值在第四障限是负值 但是X的值是正数 而R的值都是正数 所以预言值在第四障限是正值 因为Y的值是负数 而X的值是正数 所以正切值在第四障限是负值 我们可以利用任意角的三角比 来到计算或者解决问题 看看这个例子 有一条三角算式 sin θ等于25分之24 θ是大过90度 但是又小过180度 那么θ是多少度呢? 而X的和T的值 这两个三个比的值又是多少呢? 利用计算机查反证言 sin θ等于25分之24 θ就是73.74度 但题目要求要找的角 是大过90度 大小过180度 也就是这只角是在第二障限 那么在第二障限上 sin多少度是等于25分之24呢? 原来sin106.26度 就是等于25分之24 怎么运出θ等于106.26度呢? 用回正言的定义 用回正言的定义 sin θ等于斜边分之对边 和看下直角座标平面 斜边长25个单位 对边长24个单位 在三角形 在三角形 是等于25分之24 所以θ就是73.74度 但是我们要找的是θ而不是θ 利用直线上的轮角这条定理 θ就是106.26度了 如果大家熟悉任意角的三角比 再加上观察直角座标平面上的直角三角形 要利用三角比的直 来到运出任何障限的角 就二如反掌了 现在继续讨论 刚才那题任意角三角比的问题 由于y等于24个单位 or等于25个单位 利用不是定理 计算到x等于正7和负7个单位 由于题目说 各θ是大过90度 但是小过180度 x座标在第二障限度 一定是负值 所以x就是负7个单位 那我们就计算到cosθ是25分之负7 也就是负25分之7 tangθ是负7分之24 有时候我们会遇到一些很难判断任意角是在哪个障限 解答这类任意角三角比问题的时候 答案就不够完整了 一起看看以下这个问题 有一条三角算式 cosθ等于负5分之3 sinθ和tangθ 这两个三角比的值是多少呢? 根据如言在四个障限的值 由于cosθ等于负5分之3 如言在第二和第三个障限才会是负值 各θ可能属于第二和第三个障限 所以解答这题任意角三角比题目的时候 第二和第三个障限都一起处理了 情况一 当θ在第二障限 x座标是负值 而y座标是正值 由于x等于负3个单位 r等于5个单位 利用不是定理 计算到y等于4个单位 那我们就计算到sinθ是5分之4 tangθ是负3分之4 情况二 当θ在第三障限 x座标是负值 而y座标都要是负值 由于x等于负3个单位 r等于5个单位 利用不是定理 计算到y等于负4个单位 接着我们就计算到sinθ是5分之负4 也就是负5分之4 tangθ是负3分之4 也就是3分之4 我们已经讨论过三角比的正负值 也利用这些三角比去解决问题 现在我们很清楚知道 一只角的三角比的正负值 取决于这只角是属于哪个障限 一个叫CAS图可以总结三角比的正负值 在第一障限 所有三角比的值都是正负 在第二障限 只要正延值是正负 在第三障限 只要正切负是正负 在第四障限 只要如延值是正负 很多时我们听到人说三角咸素 那什么是三角咸素 而三角咸素的图像又是怎样的呢? 对于任二角Theta 它的三角比是一个对应的数值 换句话来说 每个三角比都是Theta的减数 利用减数计法 我们可以写成这样 Theta的减数F等于SinTheta 叫正延减数 Theta的减数F等于CosTheta 叫仪然减数 Theta的减数F等于TangTheta 叫正切减数 这些都是三角减数 这三角减数 在直角座标平面上的图像是怎样? 我们一起讨论一下 讨论是集中以O为原心 半径是一个单位的单位原度 首先在P点上 画一条垂直线PPi PPi垂直X軸 这样就形成一个直角三角形OPPPi OP的长度是一个单位 PPi的长度是Y的单位 OPPi的长度是X的单位 由于半径是1 SinTheta等于Y CosTheta等于X TangTheta等于X分之Y 接着我们来探讨一下正延减数的图像 这个图表是各Theta由0到360度 正延减数的值的变化 当Gotheta由0到90度 正延减数的值由0增加到1 当Gotheta由90度增加到180度 正延减数的值由1减少到0 当Gotheta由180度增加到270度 正延减数的值由0减少到-1 当Gotheta由270度增加到360度 正延减数的值由-1增加到0 用图像绘画出来是这样的 在这个正延减数图像中 我们可以观察到 当Gotheta等于90度 SinTheta是1 是极大值 当Gotheta等于270度 SinTheta是-1 是极小值 如果我们继续将Gotheta增加 并且将Gotheta和正延减数的关系 利用图像显示出来 我们观察到正延减数的图像 每格360度重复一次 正延减数就是一个周期减数 它的周期就是360度 接下来我们探讨 预言显数的图像 这个图表是Gotheta由0到360度 预言显数的值的变化 当Gotheta由0到增加到90度 预言显数的值由1减少到0 当Gotheta由90度增加到180度 预言显数的值由0减少到-1 当Gotheta由180度增加到270度 预言显数的值由-1增加到0 当Gotheta由270度增加到360度 预言显数的值由0增加到1 用图像图表出来是这样的 在这个预言显数图像中 我们可以观察到 当Gotheta等于0度 Cosetheta是1 是极大值 当Gotheta等于180度 Cosetheta是-1 是极小值 如果我们继续将Gotheta增加 并且将Gotheta和预言显数的关系 利用图像显示出来 我们观察到 预言显数的图像 每格360度重复一次 预言显数也是一个周期显数 它的周期是360度 讨论了两个三角显数的图像 最后我们探讨正次显数的图像 这个图表是Gotheta 由0度到360度 正次显数的值的变化 当Gotheta由0度增加到90度 正次显数的值 由0增加到正模限大 当Gotheta由90度增加到180度 正次显数的值 由库模限大增加到0 当Gotheta由180度增加到270度 正次显数的值由0增加到正模限大 当Gotheta由270度增加到360度 正次显数的值由库模限大增加到0 用图像图画出来是这样的 在这个正次显数图像中 我们可以观察到Tangent Theta 没有极大值也没有极小值 当Gotheta等于90度和270度的时候 正次显数的图像是间断的 如果我们继续将Gotheta增加 并且将Gotheta和正次显数的关系 利用图像显示出来 我们观察到正次显数的图像 每格180度重复一次 正次显数都是一个周期显数 它的周期是180度 这里有2个3个显数图像 我们试试观察图像 找出显数的极大值、极小值 和判断这些图像是否周期显数 从图像观察到 显数极大值是1 显数极小值是-1 这个是一个周期显数 而周期是120度 而在这个图像中 我们观察到 显数极大值是2 显数极小值是0 这个都是一个周期显数 而周期是180度 来到节目的尾声 我会和大家讨论任意角的3个显等式 还有分享一下自己的学习心得 这里就有部分常用的任意角三角显等式 就这样看好像好多好难记 但不用怕 大家有没有观察到 无论180度加或减 theta 360度加或减 theta 三角比都一样 即是正负值不同 决定这些三角比的正负值 看看180度、360度加或减 theta之后 直角在哪个障限 根据之前认识的CAST图 那就知道三角比是正值 还是负值 至于90度 减 theta 的三角比 我们在节目的开头 或第三学习阶段 即是初中的时候已经讨论过 而90度加 theta 的三角比 就会是这样 结果和90度减 theta 的三角比的结果差不多 除了正言 其余两个三个比的正负好 刚好相反 在节目完结之前 我会和大家一起解决一题 以前的公开试题目 阮字幕联解更好 cela不送しか三角比 整理所之下 Thing ères